SigmanYouTube 在幹嘛 工作 工人媽的做這個 上班看球 松部� andra 投票iggling松部靖 算了 臨時一起投了 跟大家講一下 錯誤了嗎 這個那麼標準 哎呦我抢你嘛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下下个月会搬到哪里去 绿楼 绿楼松不成以后这个 上班只用步行就好了 太好了 又可以就是离你家贼近 然后你可以然后就是 极度滑水的状态 连他们车都不开 哎嘻巴拉嘛 你有钱啊 我们下个月就是我们Vlog开始 然后我们下 我们其实应该是最早一个三月份 我们本来是要去对面 那对面的这个面铺出了点问题 那我们现在暂时只能可以去 Yang Finch的绿楼 你能不能见个神呢 哎哎哎 Go ass dude You can't even open a fucking bag of chips 长话短说反正就是我们下个月 我们在这个是应该是这个视频发生之后 应该就是十天 十天称死十天 就是我们在这个 Savage Cake 最original的 三年的一个original location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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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后的一个告别 告别 结果 我会有不得了的借口 呃 最后签一波货 然后我们继续绿楼了 三月份 我们二月份应该就走线上 三月份正式 在我们的Yang Finch 就是现在的那个location 呃更加方便了 对于大家来说 就是地铁站啊 然后 downtown过来 地铁直接到了 对铁直接到了 然后 downtown怎么样 对铁都很快 所以交通方面 交通方面是非常的OK的 然后我们到时候有可能会有两个店铺 但是还没有定 就是一个专门卖衣服 一个专门卖鞋子 不过这是一个给大家update一下我们店里 你在干嘛 店里的东西 问你们 然后等一下明年也准备给大家录 你们最爱的节目 明星穿搭 Oh my god Hello guys This is Swing Cake 我们又是这个大家最喜欢的节目啊 超流先生的节目 明星的们都在穿什么 呃看了上次的评论 这个节目的确是存在一些不专业性 我们也接受大家的批评 然后呢 我们进后之后做的就是又搞笑又专业 不过节目刚开始了 大家就是还是多担量一下 我们之后的节目还是会 尽量的就从更专业更搞笑的方向去 分析明星穿搭 然后那我们这次其实从评论去筛选了很 很多什么还说陈赫好像有什么鬼 谁看陈赫 都比较多的是 陈赫人家穿的鞋确实还不错 可是他就很贵 没什么好讲啊 就很有钱 对就是陈赫比如你是陈赫你来 好富哦 你好富哦 你好富哦 好强啊 不要跑题 我们那我们毕竟论很多人说的是全智龙 但是我觉得全智龙这个人需要搞一期来介绍 我们陈赫龙安排来下一期 这一期呢我们看到大家 YouTube的评论 各种各种评论 我们总和出来 就是 有人想说看女生 有看男生的 那我们就一女一男 我们选择一下 然后今天 女生我们选择 最近很火的 淡蜜蜜 男生就是这两年也比较哇赛 粉丝也很多的 straightforward 王一博很帅 那我们今天就分析杨蜜和王一博的 穿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直穿的 走出来 我先讲一下我怎么认识杨蜜 就是你知道 你怎么认识杨蜜 前奸吗 工 工嘛 所以呢 我跟我怎么认识 也不是了 那个什么《美人星际》 什么《林星际》的那个 电视剧 我是她妈怎么样 我妈那时候想刘凯薇 杨幂的前夫 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我妈很伤心 在家里吃面 我说妈怎么了 她说我男生结婚了 她说男生谁啊刘凯薇 OKOK他跟谁结婚了 杨幂 当时我就说 我第一次知道杨幂是这样子 后面就是才看到各种剧 然后 就是那种呀那种东西 你知道吗 然后 但是我妈我妈对杨幂的低级很大 然后就搞得我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杨幂还是很好看 作品还是有 有拿出手的很多影视作品 仙剑 公之类的 那剧里面杨幂都是穿古装啊 你知道吧 然后一些没有什么穿搭 然后大家很好奇 她私下穿什么样的呢 我们现在来看她第一套 这第一套的这个 众部长找的还OK啊 就是一个很会找 首先很屌 这个就上衣其实没有什么好讲 但是要讲是酷 这裤子不得了 你们能想象一条裤子几万人的利吗 但是你觉得正常的一条牛仔裤 你觉得会 你会买 我就问观众 你们会花几万会买牛仔裤吗 就是说你很富的话 但现在 我会 杨幂也会 为什么 首先 讲一下 像杨并现穿的这条牛仔裤 也不是牛仔裤 也不是牛仔裤 叫公装裤 是克罗欣的一个 纽约 Manny Boy的一个pop up 这个就是一个很限量的牛仔裤 虽然它的颜色很蠢 就绿色很挑人很挑人 但是呢 这条裤子特别特别的限量 有多限量呢 就是你们去贩子啊 克罗欣国内的贩子 还是这边北美的贩子 这条裤子要价 绝对都是一万美金以上的 想都不用想 一万美金以上的要价 然后呢 尺码很少 这条裤子主要 都是女生的尺码多一点 男生尺码特别特别的少 那杨幂能穿这条裤子 我目测杨幂要我应该是 很细吧 二十三四 那这条裤子就是很屌 它这个上 它这个穿搭也很简单 就是一条 和我穿搭很像 就是比如说 如果我的穿搭是全身上下 有一个很贵的单品 我的裤子贵 那我的上衣就便宜 我的上衣便宜 我的上衣贵 那我的裤子便宜 它这个上面就是随便一家 一条vintage的一个短袖 鞋子呢 Vance的那个棋盘额 特别经典 如果大家刚学穿搭 不知道买什么鞋子 预算就是 刚刚hold得住几百块那种 买Vance的棋盘额和 绝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很百搭 基本很百搭 你看 它这个绿色的赫鲜兴裤子 都能配棋盘额 所以就很OK 而且最吊是什么 有一条男生的33线后 绿色 我们可以更直观看这套裤子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东西 它没有什么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如果你们有看这个 劳力士是吧 你 都 我都知道 狗都知道劳力士吧 如果你现在去劳力士期 比如说你想买熊猫底衣 你要去买一些普款 拉哒拉哒 你要build你的那个消费记录 你才能买热门款 这个就属于大热门款 特别特别限量的 难买的款 你需要在客中心 消费很多很多的东西 买很多很多 莫名其妙什么香水 就那种很难的 根本没有人穿的东西 做就是build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消费记录 你才有机会 这是pop up 就是pop up 它就是根本就快闪电 被邀请的客人 我觉得可能消费记录得 怎么都得上几十万美金的 才能去邀请他 去买一条这样的一套裤 其实舒坦丁的 它这个没有什么很特别 就是一条很普通的 vintage device的 501的一个底板 加了很多克罗辛的 这个pinch pad 但是就是我告诉大家 怎么区别假货 就是你一看摸起来 尤其是这种绿色的 你看这种皮质 一看就是 就是假货的皮质 会比较亮 会比较白 然后呢 这个这个东西 假货的 假货的是一弯 就 就直接弯掉 但是真货你看 你看我 我真的是在用劲 弯不掉 真弯不掉 这 我说我真的用劲 就弯不掉 然后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 但是这是最 最明显能看的 然后 这是我们店里的现货 就是很帅 这条货真的很帅 就是 呃 而且男商马很少 我敢说 我应该是 加拿大 我就说北美国不说 加拿大所有店 应该只有我这一条 吃饭的三热菜是男商马 你不是前段时间 刚po 然后夜里 紧抱就想 对 这个 最搞笑的是什么 这个 我前一天 这些前一天 刚在店里po 然后就有人 trying to break 就是有人想 冲进我的店 然后 偷这个裤子 然后我就把这个 就放在我们的 就现在这条裤子是 我们平时不放电影 放在我们的另外的一些地方 那 这就是很屌的裤子 然后就是 正好今天有个机会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 follow me 然后或者是 加我们微信 这条裤子我们现在收下 12000加比 非常fair price 你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 这种 就 首先没有裤子 就没有人能有这条裤子 会给你展示出来 这种裤子 说乱听的 真的就是这种挂在上面 就是表起来那样的裤子 但是 我们这也不一样 实力是在这里的 哈哈哈 我们看下一条 分大 这个没那么好讲 就是 我现在能看到达米 就是杨咪其实很喜欢克罗欣 这是一定的 就是 这是 杨咪不太不太怎么穿球鞋 我是知道 因为他很 他应该签约了挺多牌子 像维 维蜜 维蜜对吧 呃 克罗欣的平时穿多一点 然后他喜欢穿那种靴子 然后剩 然后他很有穿 穿国潮 我不止一次看到他穿我 就是之前有些朋友做的一些国潮 巴拉巴拉的就是 为什么没有穿 克罗欣 就 就 就还没有吗 怎么样 未来有可能 未来杨咪师傅去 克罗欣 这边 配搭克罗欣裤子 晒饭 我们就跑低了 那杨咪很喜欢克罗欣 那他这一身呢很简单 外套就是一个克罗欣的很很 也是一个 但他这不是什么大热款 就是一个克罗欣的一个 可能不太好卖的一个克罗欣的外套 那市场价应该就两万大几 人民币那样子 这个包厉害了 包其实这个包是最近几年克罗欣 就是很火的包 叫鸡块包 所有辣妹都有 但是10个里面11个是假的 小说一说辣妹鸡块包 哎呀你去看 很多人都假的 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买真货不要买假货 但这个东西这个鸡块包 现在克罗欣不太好买的 就是 甚至有二级市场要加价买 就是这个是很夸张的事情 因为克罗欣在 就那个时候 我们小就我跟你小时候就 big band 你知道吧 他们全这种 从从头就是那时候 一个克罗欣就带这么长的时间 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假价的 都是打折买的 所以 但最近克罗欣又回来了嘛 所以正好 借杨幂的这个穿搭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克罗欣 然后讲一下克罗欣 OK 但是 也没有什么 这座穿搭 平均的话 没什么就是机场一个很普通的穿搭 鞋子要讲鞋子 Amiri Amiri这个鞋子其实这两件很火 然后 我们店也中过着 就是之前我们有 客户买过来 然后我们收的是假货 然后我没看出来 就Amiri这个鞋子国内的假货特别特别多 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 要么就是上 你们上Sense买 要么就是从国内的装柜买 要么就不要买 这个鞋子太夸张 就是真的很夸张 但是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LV trainer的平均 而且它非常的百搭 穿得非常舒服 Amiri的骨头鞋 非常非常推大家男生女生都可以买 非常nice 那我们这一套穿搭给分 OK 上一套没给分 上一套就给 冲击一套裤子10分 就10分 这一套的话 我觉得颜色搭配的不错 7分 差不多 这就是差不多杨幂的 你还有杨幂穿搭吗 应该没有 还有 还有 这一早都忘记了 OK 我们看第三套 这个就 你是按照单瓶找的 其实我觉得 女生如果你想穿 就不说杨幂 比如说你是一个想潮的女人 你想穿潮流单瓶的话 其实就是一次性 堆一件抱缓就好 你不要 比如说上面堆抱缓 比如上面是TB 下面是Gucci 鞋子是Prada 不好看 就不好 除非你长得很好看 那可以聊一下 小姐姐微信多了 转账5万里 这个 这一套杨幂这招穿搭呢 就是很简单 最近很火 这两年很火的 Gallery 这个牌子 那Gallery这个牌子很简单 你知道2020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是可以从Gallery订的东西 就是它会有一个PDF 你懂吗 就是最基础的Logo T 平均每一件就是几十加币 那样子 大几十加币 可能小100那样子 然后 自从Migos 还有很多rapper穿了这个Gallery之后呢 这个牌子飞起来了 然后再加上他们和浪返的联名之后呢 这个牌子上是现在就是二地上非常的夸张 现在Gallery的一条牛仔裤 要卖到700到800美金 更牛一点要2000多美金 所以就很夸张 那在他 杨幂现在穿这个也很简单 就是浪返和Gallery初代联名的那个 Pull Mode的卫衣 那我们店里呢也是有这个 这个这个类似 但是不是这个这个叫 不是卫衣 我们是短袖 我们Gallery应该在这里 短袖没了 卖了 那我们这种Pull Mode的短袖 其实他这种东西就是 Gallery这个牌子就是穿的 其实就是一个 百搭 因为他这个东西特别的便宜 现在就是价格就300到400加币 这样子 国内也差不多1500到 国内差不多就1500到1600 他这个牌子再说就很百搭 但是杨幂这一件 现在市场价 4000左右 很多假货 大家一定要去找信赖的人去买 OK 那我们杨幂的穿搭 那就到这里 刚才讲的就是我们 最爱的男人 一博哥 那其实我先讲 王一博 我知道就是看那个 2018年那个 创造101吧 就是阳超越火的那个节目 那那个时候他在 因为那里面罗志祥 我是会冲罗志祥去看的 然后 无所谓 但是他好像当时 王一博就穿了一个 我记得很清楚 他有一个clip 他应该是在 教舞蹈 穿了一个outfit vapor max 全白的 因为那个时候outfit很火 特别特别的火 然后我就说 小伙子玩球鞋 然后前几年不是Nike 那个国内的 那个新疆棉事件吗 你知道 你知道有那个粉丝说就是王一博 自从就 我跟你讲 这些明星一定还是会想穿Nike球鞋 人懂不懂 但是因为想 差钱 就没有办法再穿了 他就说 在Nike 新疆棉 之后 王一博不得都开始穿安踏和李灵了吗 这个出席活动再也没有效果 都是这样的 之前就是 都会带一点那个笑容 之后就是很严肃的 所以 我们来看王一博的这个穿搭 第一个 这个应该是在 这就是街舞里面 这个 这鞋是什么 这就是街舞里面 他应该是在做评审 很认真 那 衣服讲一下 Stone Island 那Stone Island的 你知道 其实你知道Stone Island是谁带活吗 不知道 Drake Drake 就是15年那个时候 我感觉Stone Island应该是 附了Drake私下 应该是很多的一个 他是穿什么 穿裤子 带活 裤子 没有 而且Drake专门找Ben Bowler 你知道Ben Bowler是谁吗 穿的 观众都知道 Ben Bowler做了一个 就很牛的一个Jewelry 就很牛的一个做珠宝的一个人 他帮很多人都做珠宝 他当时Ben Bowler帮Drake做了一个 这么大一个Stone Island的一个标的一个 那个 项链 就几百万美金那种 那 但是这个牌子我就说到现在其实OK了 包括 现在我也是穿的 你看Stone Island的这个 裤子 因为我觉得很百大 就是百姓很好 然后 王爷伯都穿不一样 他穿的应该是Supreme的联名 因为他这个Vest 就是这个 呃 这个叫什么 工装 甲克 和这个 裤子 当时是Supreme 一个联名一整套的 这个其实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这种 Supreme这种东西都是出橙色的 你知道为什么 监狱服 就表现那种Gaster文化 街头的感觉 就这种这种感觉 那 反正我个人 我是绝对不会穿橙色的东西 橙色一成套 真的很像 你出门真的像 大警察就 呦 Gimme your ID 真的是这样子 那 衣服讲完了讲一下鞋子 鞋子就是 就是19年发售的一个AJ1的瓜瓜勒 就是 很boring一双鞋 我我个人不喜欢瓜瓜勒这种 感觉的鞋子 就我觉得AJ1这个鞋子就叫Original 要 原始 就是要就是 它本来出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那这是王一博的第一个穿搭 其实穿的OK的 因为人很帅 然后整个呼应是OK的 但这个鞋可以改 可以换一个白色Air Force One 我觉得 更加好一点 但这个 给个七分吧 这个穿搭 下一个 这应该 这个应该是早期王一博 就是 王一博之前是不是在一个团体里面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什么天天兄家同所谓 不是 哦 这还有更早的团体 应该是更 更早的偶像团体吧 他应该是 应该这个时候一看就很小心肉 头发就不得了 那 他这个鞋 他这个穿搭没有什么 就是 但是一看就是比较早期 1415年那个时候 1314年吧 这个鞋子简单 牛逼 shout to Kanye West Easy750的一个初代 这个是 就是 坎耶跟Nike 这个叫 取消合作之后 到阿里达斯的第一双 鞋子 我记得特别有这双鞋刚出的时候 我想买 原价一千大几 当时的吵架就一万多钱 这个鞋子 14年 还是14 那个时候 我们高中谁穿这个球鞋 谁就是最掉的 我们高中真的有穿他打球的 我才记得那个BB人 我跟颜哥叫做鞋游哥那种 因为你知道什么 因为那个B人的 就那B人很富 我问仇富的 臭你妈 这么有钱 他穿他打球嘛 然后 你也差不了多少 我高中 几年后 我高中是很准 年后穿 Easy Nike Easy 那是因为我 Hard of work Come on man 不一样 Born rich 和 became rich this is different 但这个鞋子 但这个鞋子 你我觉得气费力很难配 你不知道 挑人啊 挑身材啊 不 你挑什么人他都特别难配 你说你配牛仔裤 就把那个帮弄起来就感觉很傻 你说 然后你要 我还没见你穿过这种鞋 因为这个鞋特别的难配 特别特别难配 就是 当时是为什么好配 是因为那时候凯一耶就很简单 就是 有公式 你只要穿ED Seasons 跟他就好了 配这个鞋子就好了 但是现在ED Seasons不火了 凯一耶又出了这么多的新的东西 他现在 他现在就有点 这个鞋子就是 很好的鞋子 但他 不是一个很好穿搭的鞋子 但这鞋子绝对是一个很经典的鞋子 非常多的回忆 现在二级市场得 三四千加币了 很夸张 我很有 有 我很希望我的personal collection 里面有这个鞋子 但是我还没有收到 所以 但没办法 但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穿的 就给大家科普一下鞋子 说明 但说明王一波很喜欢鞋 你看 在这个时候 妈在这种买一万多的机物里 对不对 你说现在这样穿安踏 别不别去 难不难说 谁会穿啊 这蛮不不明其妙 对不对 那种时尚的问题肯定不能选安踏 下一个 这个应该是在他某一个表演吧 那王一波应该是跟Sanel应该是有些联系的 我不知道是代言人还是怎样的 Sanel应该买起王一波的吧 那这个 其实 最近三四年很流行这种 就是小香风的外套 就是Sanel风格的外套 但是 但是王一波身上这件的一定是Sanel的 原装 非常的昂贵 估计 这个应该是春夏的21年的款 但是这个衣服 价格我真的不知道 就我没买过 我没买过 我不好猜 但是你说我去 我查不到价格 兄弟们我真的做功课了 到我上咸鱼查 有几百块的 你觉得可能吗 不可能 我默认吧 以我对Sanel的尿性来说 大几万 七万 六七万这样子 那 鞋厉害 CL 我们留学生的罪言 你知道那时候我回过蹦迪 你知道吗 然后我国内的 女性朋友 她就说我们留学生 怎么分辨留学生 黄头发CL 你怎么就是留学生 那那时候我穿了宽慧 她说你走开车角 把我赶出了我自己的卡 但是 这个穿搭没什么 就是一个很 很 就很适合表演的穿搭 但是你说现在 你要让我 平时穿要这样穿 我不会这样穿 很适合她了 但是 这种适合表演 舞台上 因为舞台上需要 那种很傻的那种感觉 那这套穿搭给 给不出份 但是 能让我勾起我当时一些回忆 那这个差不多 我们今天差不多就是 讲了这么多 就是王一博 和杨幂的一些穿搭 给大家分析一些单品 给大家讲了一些历史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的话 like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然后呢 follow我的 bilibili照 follow小红书 follow我们电影 才会 follow 你的小红书啊 我的小红书啊 不能follow一下 我女粉 给女粉给我发短信不行哦 干 就是follow一下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发我们的网站 然后 创作这些视频 然后 然后如果大家有更多的兴趣 对 下期是全智龙 大家期待一下 我们会给大家讲全智龙很多的单品 那 大家如果想看全智龙之后 大家有想看什么明星的话 记得在评论区 写出来你们想看的明星 那我们 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别走 谢谢大家